其实基于一个同样的问题 因为你作为一个世界顶尖的一个品牌 如果你最终生产出来的东西 全部靠外购 也就是说你奔驰汽车上的电池电机 和中国的七瑞汽车 是同样的 来自于同一个厂家 对不对 七瑞的车卖18万 你卖80万 对不对 消费者又不是傻子 对吧 所以德国奔驰也好 宝马也好 这些所有的知名品牌 他们都面临同样的一个尴尬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自身没有 三电 电动汽车是在关键的三电的这套生产能力